哈喽大家好,我是没有人气,却依然坚持的新人阿部主梁夏 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梁哥,因为我家还蛮大的 这期视频是一期武器的测评 为了做这期视频,专门把一级的雪仗拉到90级 成本还是有年高的 希望可以点个账支持一下阿部主 然后那就是我十万粉丝会女装,你们想看谁呢? 有啦这个角色在我眼中完完全全结中我的XP系统 不得不说,我挺好奇她是怎么上厕所的 难道是... 本集视频测试的摄影物是四角斗 没有给大招提供增伤 所以说伤害上基本是不高的 因为武器的属性还有精炼等等原因有所误差 大家参考一下伤害就可以了 先来看一下我这个还算可以的狼墨距离属性吧 摄影物是四角斗,命之座是一命 天赋方面是十级普攻,四级欲,还有八级大招 一技能的减抗会随着一技能的冷截提升 这一点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 66.8还有198的爆伤 物理伤害呢是58 攻击力2685 再没有带苍白燃血和没有双眼以及一技能才四级 然后打出超导 没有触发狼墨被动 可以打出21万多的一个伤害 我感觉还不错啦 不过我这个是一命的优劳 然后呢是精炼式的吃骨剑 我这里为了平衡一点换成了爆伤头 虽然爆伤呢比狼墨高了几十的爆伤 但是攻击力面板真的太低了 只能打出18.6万的伤害 如果是精炼一的话可能少个2万左右吧 接下来是这把雪葬的新营 个人感觉呢外观上是最契合优拉的 抗伤害呢不能完全只看大招 要看时间以及中踢的输出 雪葬这也是能打出17.6万的大招 个人觉得还是算不错了 毕竟这把武器是白嫖获得的 而且外观也挺香的 挺气而优拉的 最后一把呢是心灰商店兑换的黑人掌刀 虽然爆伤有253 但是是没有雪葬的物理加成的 同样的被动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也是比较值得参考的两把武器吧 居然能打出17.8万的伤害 如果说被动叠满的话 应该可以打个20来万吧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几把武器下来同样打了20来秒 虽然把炎龙吸血量打得差不多 基本可以看出 欧拉这个角色她是不怎么吃武器的 不像胡桃的护魔 对比其他武器差距就一目了然了 最后呢想给这几把武器一个评价 狼墨伤害最高 这不用多说 其次就是刺骨剑 最后呢是雪葬还有黑炎 虽然你看到去精炼式的刺骨剑和其他武器差不多 但是呢有一个高贵的暴击率 人上人 以及一个不错的增伤被动 持骨剑呢是比较同用性比较高 不过如果没有配护盾使用下呢 持骨剑是很难维持满被动增伤的 这一点还是比较难受的 优拉带雪葬是没有啥问题的 不管是外观上还是伤害上都是可以的 经过我的测试如果你是一命的话 带雪葬情况下 带攻击力的杯子 相同的面板只差了几千伤害而已 一命呢相比我之前的零命大概就是普攻打5下 有6下的伤害的感觉 如果你是想要抽命之作的话 抽个一命就不错了建议啊 而且一命呢武器还有一个特效 好吧就这样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 记得多多点赞啊 多多评论多多转发 好吧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